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以前曾经在电视节目中提到的lock in value 为什么这么说呢 也许大家在2007年以前的房地产价值都很高 但是经过了subprime之后 2008 2009价值跌了非常的多 因此自己资产也泡汤了 结果这个mortgage也高过自己的房地产的价值了 现在想起来如果当初有做lock in value这个动作 就等于买了一层保险 就不至于让自己伤筋动骨 首先来讲一下何为lock in value lock in value其实就是非常简单 就是说能够帮助这些要保障自己房地产价值的 这些那个homeowner 然后那个private investor都可以 就是说能够未来 他这个lock in value能够有10年的企业的保障 那么他只付2%的佣金 是一年付2% 不是就是保障10年 10年付2% 那么这个lock in value 这个房地产的价值是由专业人士来评估以后 是appreaser吗 类似appreaser的专业人士来评估 评估以后做一个总结论 然后给你一个价值 那么这个价值就是说能够保障你的房地产 在未来十年内万一有real estate bubble 这个泡沫或者是这个房地产有在叠价的时候呢 他可以保障你的asset你的净值 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也讲到了 为什么我们需要做lock in value 那我现在对于这个third party的这个appreaser呢 我也很感兴趣 那他既然知他要不要知道 我们要做的是lock in value good for 10 years 那他会不会挑这个价值 是current market value 还是最低的房地产价值 还是比较偏高的价值 一般来说的话呢 他一定会projecting到未来 未来 projected future value 对 那这样很好 这样就是说能够保障你的value 万一如果比如说你现在如果说是估价 你现在目前估价是25万 你说我要保25万 那么他一projecting 他这个环地产每个地区不一样 那么这个projecting的value出来以后呢 他觉得说你25万是合理的要求 他就会让你买了 那么你买了以后这个企业的合业 就是保障你未来十年里面 或者是你比如说两年以后你要卖了 万一的价值不是达25万 少了25万 但是呢你可以卖 卖回给这个locking value的公司 他能够帮你担保 I see ok 其实讲十年也是蛮make sense的 因为一个房地产的cycle 从低到高很少超过十年的 大概都是七到九年之间 所以十年对我们来讲是well protected 那有没有一个很savvy的investor 他是一直不停的在买下去 有可以 比如说你两年以后呢 你觉得这个房地产还在涨价 那么你想保更多的保障可以 那你就pay difference的premium是这样子 premium ok 如果在保locking period的这个保险之中 我是说他保险 万一房子卖掉了 那你怎么prorate这个premium呢 你premium的话 他反正就是说你 比如说你现在是25万买了 那么两年以后呢 你觉得他现在房子又涨价到27万了 那你要多买两万两三万块 那从这两万块里面去付这个premium 是这个是transferable的吗 对 自己买方就是这个property的买方 也可以把这个接过去吗 对可以接 可以接 他而且是一个asset 是很好的一个价值 就是说你这个买的人呢 你甚至可以就是为了小子女要念书 要去重新贷款 那么银行是认可的 银行是认可这个luck in value 是吗 对对 所以很重要 比如说你要去借钱 你可以用这个luck in value 这一张certificate去跟银行谈 那银行说我要万一说 如果说这个黄地产贬值 或者叠价了 这个luck in value 是比这个appraisal还重要的 它可以保障你的利益嘛 所以很容易的 借到钱 对一个property来讲就 是make sense在价值比较高的时候买 还是在价值低的时候买 高的时候买 对 因为是怕它低下去 对 怕它跌下去 对 所以很重要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hypothetical的20万 其实现在一般的property 都是20万的好多倍好多倍 所以除了residential之外 commercial也可以买luck in value吗 哦呀 commercial也买 甚至银行它也去买luck in value 银行 哦呀 因为它loan to ratio 如果说是70% 它可能要加到80% 那么different 10%呢 它可以去买luck in value 来保障他们的那个portfolio 什么样的organization 能够担当得起这种 要卖给人家luck in value的啊 哇这个公司它是 在美国它是跟那个什么 那个上市的一些公司都有联络的 是保险公司吗 不是不是保险公司 但是他们这个公司 他们的资产额有50亿啊 50亿的美金在那边流通这个 这个luck in value 好 Joe 那你是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对于投资人来讲 这个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我之前并没有经常听到过这个luck in value的这个动作 为什么这个广被大家所忽略呢 因为那时候真的讲那时候真的讲没有人去想到说 哎呀这个金融海销这个环利产跌得这么厉害 所以呢在不过说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欧洲他们这个luck in value非常非常popular popular对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是这个地不是拥有的 他们就等于像是猪一样 跟那个中国的房子 长期的利益是跟中国一样 对对所以这也跟美国不一样 美国是你买了你这个地契这个都是你的嘛 对 所以讲起来的话当然这个地方你要考虑 当然没有这个金融海销之前 人家都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那这一次这个就为了这个金融海销的问题 luck in value现在很多人很多人都希望能够保障自己的 未来十年里面这房地产不要再跌价 所以呢luck in value用最少的钱 你能够能够保障你的房地产的净值 所以这就是很好的一个进道 比如说我今天的房子是一百万 我们就用一百万来算 我花了两个percent就是两万块钱 买了十年的保证 它是也许它给我雇的价就是一百万 对 好那在未来的十年里面 我是屋主自住 对 房价跌了 我也没有要搬到哪里去 我就让它飘荡着吧 也许十年以后房价就涨起来了 对 这个luck in value就对这种homeowner有什么意义呢 问题是如果你说你这一百万 你那时候如果是真的要抛售要卖掉了 你卖掉的时候如果是第一百万 假如说你卖九十五万好了 luck in value它要都给你一百万 就是给你到一百万 你保障的那个证据 所以懂得这个luck in要买luck in value的人 都是算是已经投资到某一个season investor 他才会考虑到这个 没有错 这个对大的银马对commercial 对apartment 或者是对builder对银行来讲就更具有意义了 对一般买的人大部分都是银行啊银行也买 然后商业地产的投资者都买 商业地产的投资者 对因为比如说我买了一个shopping center 我希望能够在五年以后才卖掉 那么我投资了五百万 那么五百万呢我就怕这个五百万这个投资的资金 在未来五年内我不希望跌 对不对要高要仗仪要高于这五百万嘛 所以我就买了买了两百万 那保障十年 那么在未来五年以后呢 我卖的时候假设我卖了四百五十万 少了五十万 那金发尼要cover你的五十万 这个就make sense了 所以在我们的所有的观众群里面 如果您是适合这一类的investor的话 可能屋主自助 因为他也在他也不会卖掉的话 还不如说有一些人他是investment property 并且是大型的 或者是leverage用到maximum的了 或者是觉得房地产的价位已经高一点了 那这种人呢就需要looking to lock in value 好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很恰当的中文名字 for lock in value 锁住自己的既得资产的价值 对锁定价值 那就可以来跟Joe吴联络 他的电话号码是4089226886 再说一次4089226886 好的Joe 还有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稍做休息 马上回来 谢谢您的观众朋友 谢谢您的观众朋友